那么郭碧婷以这个红酒交头的戏码 其实在小时代一的预告片当中有出现 但并没有播放 那么这一段预料可能会在小时代二当中会出现 不过其实要用红酒交别人的头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郭碧婷就回忆起那场戏 用很多时间来揣摩 还说把这个红酒淋下去的那一刻 她的内心还有脚其实都在发抖 另外再来看到也是拍电影 这是Angela Baby在徐克指导的电影当中 饰演这个迎锐姬 不但和韩国偶像金饭演情侣还上演 像这样子的一个亲热戏 正式拍摄时 其实导演徐克先来亲身模仿 要Angela Baby模仿她如何勾引这个金饭 有了大师的示范 她立刻抓到诀窍 而且还大秀自己的美背 那么这场戏两个人拍起来都是得心应手的